英国距离3月29号脱欧不到三个月 首相美意为了15号的脱欧选举再次来到英国下议院 拜托所有人把他的脱欧协议重新看一次 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但是坐在对面的反对党工党 听到美意发言 嘘声四起场面再度尴尬 强调协议是妥协结果 但是反对党还是一面倒 拒绝接受美意提出的脱欧协议 就连党内同志保守党党边强声 在投票前夕反对美意请辞党边身份 让美意处境更难堪 公党党魁喊出美意无力控制国会 干脆选举换人座 如果美意的脱欧协议被否决 英国接下来面临几种可能 未来要嘛谈新协议或者是硬脱欧 或者是提出不信任案 要求美意下台举办二次公投 甚至干脆就不脱欧 而讨论最凶的选项 无条件脱欧法 可能会让英国陷入危机 市场不便认为很有可能会重启谈判 这股情绪反映在英镑价格上面 投票前夕英镑汇率创下连续七周 最高记录 南保一系之间英镑直直落 这一场脱欧戏马歹息脱空 英国很可能无法在三月二十九号 正式脱欧 恐怕得准备先提延期申请 国际中心网络起编译